小貨車行駛而來 但卻越開越偏 最後一頭撞上路樹才停了下來 車上的兩人下車後沒有先關心車損 反而是扭打成一團 一旁加油的民眾全都看傻了 警方貨報趕到現場 先將受傷的兩人送醫 再趕緊將車輛移開 原來這不是一起單純的自撞車禍 事發就在上個月27號上午8點多 兩人準備前往工地工作 途中車內的工頭與工人 為了要不要超車發生口角糾紛 坐在副作的工頭 動手拍了一下開車的工人 雙方因此爆發激烈衝突 導致整輛車失控 拍到事發現場還能看到車體殘骸散落 疑地而事發之後 兩人竟然沒有停止爭吵 反而是從車內打到車外 這一狀車輛嚴重毀損 粗估修車費9萬元 另外許信工頭也被打到受傷住院 醫療費42萬 還需休養無法工作 因爭吵車速太慢因否超車而爭吵互毆 導致車輛失去控制撞擊一旁路數 雙方下車互毆後自行停止 只是誰也沒想到好端端的上班路上 竟然發生糾紛 還導致車禍 現在雙方互告傷害 同時之間的情誼 也就此破裂 靜新聞阿公亞麥張簡採訪報導 立刻下載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